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遭遇过太多小人,遇见过太多无奈,是为了让自己不断成长,等到你足够成熟,足以应对人情世事,就会被命运赠予良好关系,而后助你一臂之力。 扶摇直上,一般来说,如果你身边出现了这几种人,那就是老天要帮你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机会。 解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欢迎订阅禅世界。 身处迷茫时,为你指点迷津的人。 文学家韩玉在马说中写道,千里马常用,而伯乐不常用。 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千里马需要有伯乐的发掘,才能凸显威力。 一路驰骋,越走越远。 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如果能够碰到高人,给自己指点迷津,尤其是当自己身陷困境时,往往就能东山再起,一路腾飞。 看过一个电视剧,清晰记得其中的一个桥段。 一个小山村的年轻人,虽然家境贫寒,但是自己学习刻苦,一直梦想着能够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 但是,无奈命运坎坷,三次高考都未能达到分数线,家里人劝他继续努力, 却有更多人让他别继续挥霍家里的钱,早点外出打工就好,还说他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一时间,他陷入到困境之中,不知该如何去做,才是正确的抉择。 恰好,同村,有一个在外面大学毕业回来的人,知道他这种情况之下,并没有一味鼓励他去努力, 而是帮他分析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有目标,分阶段去实现人生梦想。 那一刻,他彻底清醒了。 他通过改善学习方法,最终真的如愿以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十个多年,还和自己的贵人成了同事。 有句话说,一个人有多优秀,就要看他有谁指点。 如果在你生命中,恰好自己陷入了低谷。 有人可以帮你分析问题,指引方向,那么他就是你人生的贵人,是老天特意来帮你的。 他们有更长远的见识,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为你指点迷津,并且可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愿意提拔你,让你成长的人。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世上有太多人怀才不遇,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能够遇到提携自己的人,这也是老天安排的契机。 当这些人出现时,你的生命突然豁然开朗,你的事业也会不断精进。 也许你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但如果不是他们为你撬开命运之门,你可能终身都会处处受阻。 电影《爆裂鼓手》中的男主角,弗莱彻,是一个具有非凡天赋的年轻人。 他拥有A,成为一流鼓手的天赋和潜力,但是,他却常常沉迷于玩乐,浪费了他的天赋。 直到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纳什的导师,纳什是一个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人。 他不仅在技巧上对弗莱彻进行了极其严酷的训练,还无情地打破了弗莱彻身上的不良习惯和散漫的生活方式。 这种训练让弗莱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他甚至曾经想要放弃。 然而,那时的方法虽然严酷,但却帮助弗莱彻发掘了他的潜力,磨练了他的意志,洗掉了他身上的顽劣。 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必然,你的努力是其中之一,他人的赏识也是重要成分。 任何一个不吝惜提拔你,帮助你的人都是你生命里的贵人,千万别辜负。 否则,当这些人离去时,你也就失去了扭转命运的最佳时刻,未来一定会悔恨莫及。 出现过愿意扶持你,与你不离不弃的人。 普通人的生命里没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我们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始终有人与你不离不弃。 正如于华的代表作《活着之中》,男主角福贵颠沛流离,一生饱经沧桑,可不论他走向何处,都有妻子家真在身旁陪伴。 福贵痛苦时,有人与他相互依偎,福贵落难时,有人与他共同面对。 他的生命因为有了妻子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厚重,这些也支撑着他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 一个人的路,坎坷难行,两个人相互扶持,才能更好地抵御世间风雨。 如果没有不离不弃的他,就没有现在自由畅快的你,不论对方处于怎样的位置,都不要忽略他的付出。 这是命运给你的惊喜,也将指引着你走到理想境地,好好爱他,就是善待自己。 缺钱时,及时借钱给你的人。 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被钱逼得走投无路。 你放下脸面前去借钱,得到的多是嘲讽和不屑一顾,这说明人性就是如此,趋利避害。 捧高踩低,过往所有的柔情蜜意都被金钱打回原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在早年就曾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向人借钱。 那时的乔布斯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手头拮据,急需自尽来支持他的创业计划。 他曾向好几个朋友和同事求助,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当他向一位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借钱时,对方竟然嘲笑了他的想法,拒绝了他的请求。 这让乔布斯倍感失望和心寒,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最终,乔布斯成功地筹集到了一笔资金,并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创业之旅。 他的公司从一个初创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科技公司之一,成就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商业帝国。 借钱不是本分,而是情分,任何一个能够雪中送炭的人,都是你生命里的贵人。 对方愿意借钱给你,就证明他足够信任你,也愿意帮助你,而你亦要如此,及时还钱,及时感恩,尊重对方的意愿,才不会含了好人心。 让每一个帮助你的人倍感欣慰,类似的运气才会越来越多,漫长的余生里,我们需要这些点点滴滴的帮助来渡过难关。 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令所有人都骄傲不已的成功人士,他们为帮助过你而骄傲。 在你得意之时,适当泼冷水的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名人士里都表明,他们在取得显著成就时,都曾遇到有人在他们得意之时适当泼冷水,提醒他们保持谦逊和警惕。 这些提醒可能来自于同事,朋友,家人或导师,他们用这种看似冷淡的方式,实则充满善意地提醒着这些成功者,让他们不要因一时的成功而骄傲自满,而是要持续保持谦虚和努力。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发明家托马斯·艾迪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艾迪生在艾迪生发明了电灯,正当他得益于自己的初步成功时,他的一个助手提醒他说,这支灯泡只能亮40分钟。 这个助手的话让艾迪生冷静下来,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设计,最终发现了问题所在,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助手的话成为艾迪生成功的催化剂,让他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发明,并最终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在取得成就之后,我们不能过于得意忘形,而是要时刻保持谦虚和警惕,有时候,有人在我们得意之时适当泼冷水,并不是坏事。 这可以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及时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策略。 同时,这些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贵人。 他们的提醒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目标,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命运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向上之人,他们会派着几种人来帮助你,倘若你遇到了,那么恭喜你,生命即将迎来曙光。 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与这些人携手共度美好之旅,岁月悠悠,你终会看见更好的自己。